但你了解这个919军事协议 这是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在2018年的9月19号所签署的平壤共同宣言的附属协议 旨在禁止军事敌对行为 但在去年朝鲜发射了军事侦查卫星之后 韩国就宣布终止旅行部分条文 而朝方随后已宣布不受到协议的约束 2018年9月19日朝韩领导人举行会谈后 签署平壤共同宣言 就早日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 加强南北交流与合作达成一致 其附属协议919军事协议中明确规定 朝韩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停止一切军事敌对行动 并设立禁飞区 韩方当天表示 919军事协议事实上是宣布战争状态结束 此外协议还规定 朝韩双方将运行全天候通信系统 以防止陆海空等所有地区发生意外冲突 并及时通报异常情况 双方决定将板门店共同警备区非军事化 撤出前提观察哨 朝韩双方确保西海海域的和平 确保朝韩渔民捕鱼活动的安全 并建立联合巡逻机制 而在2023年11月21日 朝鲜发射万里经一号军事侦察卫星 第二天 韩国政府便宣布停止履行 919军事协议部分条款 重启军事分界线附近的军事侦察活动 23日朝鲜也宣布不再受919军事协议约束 立即重启军事分界线附近的军事措施 今年6月 韩国政府决定 研究重启对朝阔银罕化的方案 以反制朝鲜对韩投放垃圾气球等挑衅行为 考虑到相关程序 提前终止919军事协议的效力为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